西武铁道52席的制服观光列车 以西武铁道沿线的代表性观光圣地 祁育县的制服式为设计意象 以春霞秋冬为主题 座位上可以享受美食 车内外可以欣赏美景 如今台铁与西武铁道签订 姐妹铁路协定建满九周年 观光列车继续缔结 将促进双方铁道发展 可以透过像这一种台日交流的情况 可以带动双方的民众来互访 然后来扩充铁道观光旅游 目前台铁公司明日号 为台铁最新美学观光列车 而明日厨房以国际观光列车为标准 把整间厨房概念搬到列车上 打造移动式的五星餐厅 如今与西武铁道签订友好协定 希望达到两国旅客互访 未来也会积极推动各项活动 地节签约当天 台铁限量推出致富草鞋猪排便当 另外乘坐明日厨房和五二席的制服旅客 均可以获得限量的纪念手册 还有明信片 让旅客享受美食旅游享宴的全新体验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 到处方 来也要请到的时候 你还要请到的时候